欢迎来到巴巴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看了诚意戴手表以后 终于知道为什么男人都爱戴手表 感谢帝多邀请 非常荣幸地受邀出席了 昨晚帝多广州的活动 还见到了实力派演员诚意 坚持自己一贯的简朴风格 诚意此次以一身优雅西装亮相活动现场 搭配新品帝多币弯陶瓷蓝色款腕表 整体造型既大气又不失雅致 无声的权势真正的绅士风范 在继全黑币弯陶瓷型推出三年之后 今年帝多终于发布了一款全新版本的陶瓷型腕表 这款腕表实际是帝多专为VisaCash APPRBF1车队 而设计的独家腕表 自帝多成为该车队的赞助商以后 一直以来 该车队车手们佩戴的就是这枚蓝盘陶瓷型腕表 从外形上来看 这是一款接受度很高的腕表 配备雅光蓝表盘 灵感源自VisaCash APPRBF1车队抢眼的制服色调 同时又具备非常鲜明的地堕特色 41毫米表径 一体成型的雅光黑色陶瓷表壳 和太阳光线效果 刻度同位黑色 却以雅光效果处理 在光线下与字圈形成微妙互补 细节处呈现高级质感 性能方面 则很好地继承了此前全黑款碧弯陶瓷的出色防瓷表现 既新通过瑞士联邦计量科学研究所的测试 具备大师天文台精密实际认证 这是制表业内在精密实际及防瓷性能方面 最为严苛的标准之一 与其他联名款不同的是 此次推出的新品虽然与F1车队密切相关 但表盘上并没有留下球队徽标和文字字样 这种简约的盘面设计 反而更能凸显出这种蓝调表盘的纯粹色彩之美 本集完